环球网军事12月5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4日报道 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文卡塔斯瓦尔玛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新德里期待俄罗斯能够按期向印度供应S400防空导弹系统 印方希望能于2020年前接收第一批该防空系统 他表示俄罗斯向印度供应S400系统的协议是在普京今年10月访问印度时签署 我们期望供应工作将按照预定的时间进行 因此我们预计2020年前将获得第一批防空导弹 此外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文卡塔斯瓦尔玛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俄印两国还在继续讨论 关于使用本币结算S400防空导弹系统交易的问题 大使说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 我们就如何继续落实已经签署的合同达成了共识 但这不仅涉及S400系统 还有别的协议 我们正在寻求使用新付款机制的新结算方式 虽然暂未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但总体原则是 我们应更多利用本币结算机制 我们希望在彼此都能接受的前提下 在这方面更进一步 但细节还未敲定 2018年10月 俄印先署了价值为50亿美元 DS400防空导弹系统供应额同 这笔交易是俄罗斯博房出口公司是上第一大单 AD-SAVE-ADPLOS-7000531 再见 再见 再见